黑箱客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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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第一場的 一場的這個 座堂會 有請了幾位 實際參與在這次 黑箱客缸 的過程當中參與在 這個運動裡面 我們首先要 先請周婉堯老師 來 跟大家分享 反客缸 運動的現況 周老師 我想也不用花太多 時間介紹大家都很熟悉 他是非常重要的 台灣史的學者 他寫的這個 台灣歷史圖說 這本書 可以說是最有代表性的 對台灣歷史介紹 學術非常的 嚴謹但又深入淺出的書 這本書呢 中文有 有正定版 也出了日文版 這個禮拜剛剛 也很恭喜周老師出了英文版 英文版的台灣歷史圖說 可以把周老師的研究 推廣到英語世界 我們感到非常的高興 周老師不是只有 這個關在這個 學術象牙塔裡面的人 他非常關心台灣的 這個 我們說脈動 他過去對原住民的歷史文化 非常深刻的參與研究 那這一次 反客缸 他非常的投入 那個投入的情形 我實在是非常敬佩 他甚至到非常多的高中 去跟這些學生分享 很詳細的告訴他們 為什麼課綱有問題 那他做了非常多 這種低線的 投入去參與 去分享 去跟他們 跟這些學生 真的在一起這樣子 那我們非常高興 第一個部分先請他 來跟大家介紹 這個現行課綱的狀況 我把時間交給周老師 我們歡迎他 各位來賓 大家午安 我看到 我現在回過頭來 就看到好多好朋友 很謝謝剛剛鄭老師 鄭教授的介紹 這個地方 其實我從2000報幾年 就來過 然後後來來過好幾次 我已經沒辦法再算了 感覺非常非常的親切 那剛聽了 羅斯龍小姐的歌 尤其那個白雲之歌 非常喜歡 那其實 今年在宜蘭 這個名家李毅雄先生 母親跟兩位雙胞胎女兒的墓園 就聽過 所以我覺得 我們這些好的東西 應該有更多的人來分享 所以今天再度聽到非常高興 那我今天分配到的題目是要概述 反課綱運動 那因為時間實在很有限 我就不會去講細節 因為我實在過去寫太多文章了 細節只要上網 Google一下 大家都可以看到 都可以了解 那我今天主要是要想講一下 我們這個反課綱運動 其實要講起來已經是進入第七年 那現在大家比較了解就是 這個學生起來以後的 這個反圍桃 反圍桃課綱的情況 但這個課綱問題 可以說要分兩階段 先稍微簡單講一下 然後我們要回到一個大歷史背景 來跟各位做個討論 這個第一階段 其實是發生在2008年 各位知道2008年台灣很大的變化是什麼 大聲一點 對啊 政黨輪替 我想天真小姐講的比較正確 應該說再倒退回去 其實我覺得政黨輪替這個詞有點問題 台灣的政黨從來沒有輪替 你可以說總統有輪替 那執政有輪替 但是政黨在國會從來沒有輪替過 國會從1945年以來都是國民黨一黨獨大 有一度民進黨的人數 化民進黨黨籍是超過國民黨 但是國民黨加上他的有黨 還是贏過民進黨加民進黨的有黨 所以我想基本上我們的國會並沒有政黨輪替過 那希望明年我們能夠見到國會真正的政黨輪替 不好意思 那我就坐下來 因為剛曬得有點口渴 那我就先喝一口水我再繼續講 不好意思 那我就坐下來 那這個第一階段其實是馬英九上台以後 在那一年的秋天他把這個98課綱拉下來 那拉下來以後他們就開始進行修改 那修改以後就是後來的101 細節我就不講 總之就變成後來的101課綱 那這個101改的不夠理想 從馬政府的角度 及馬政府的那些大哥哥們的角度來看 改的不夠好 不夠理想 所以才有一個秘密的黑箱作業 把這個課綱再由檢核小組做首位的微調 其實是巨幅的更動 那這個事情在2013年大概夏天以後開始做 我們都不曉得到了2014年也就是去年 1月中旬突然說有要開公聽會 然後我們突然間看到 這個101課綱歷史課綱怎麼被改成這個樣子 所以大家才非常非常緊張 那所以從大概從去年1月的中下旬開始 那就有高中老師加大學教授 還有民間團體 我覺得民間團 民團 我們現在簡稱民團 其實在台灣扮演 從2008年以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們這些民團加教授加老師 我們就起來反抗議 但是這個抗議雖然也上了新聞 但是教育部完全不甩我們 那我們到了4月看沒辦法 因為已經學校都開始選輸了 那所以我們就民團教授老師們 歷史老師公民老師都有 我們就組成一個叫做反黑箱課綱行動聯盟 簡稱反課 簡稱課綱盟 這跟學生後來組成名稱很像 但基本上是民團的組織 那我們4月開始我們也走 就是政黨遊說的路線 但是沒有什麼成功 然後教育部永遠不理我們 我們不管舉辦多少次記者會 我記得有一個禮拜 我們好像就有兩三個記者會 我都跑去喔 非常累 但教育部都不甩我們 一直到了5月 5月下旬 開始有學生出來 那到了5月底 就學生成立反課綱 反維桃課綱的粉專 粉絲業 就蹦蹦蹦蹦 像雨後春筍一樣蹦蹦都蹦出來 那到了6月 學生的反課綱運動就開始 那非常的這個劇烈 那教育部才開始 開始有點回應 當然他還是敷衍 可是總是開始做回應 那最後的事情 我想像今天的補道的主題 都有呈現 那後來像林冠華同學 對這個過世的事情 更激發學生的這個抗議的這個心情 所以我想最後到現在 其實教育部還是在敷衍 那細節我就不講 我現在回到 就說他為什麼要改這個課綱 那基本上第一階段改了 不夠理想 然後才有後來秘密改 那第二階段的改 我被拉進 我被找去 所以我知道那其中的情況 我一去 那時候我實在是 以為是另外一個事情 所以我就接到通知 然後他們也打電話來說 吳溫星教授希望我去 我想吳教授是我的 前輩也是我們台灣教育史的同仁 所以我就去了 去才發現 原來是要改九八課綱 然後 怎麼是王曉波先生在那裡 而且顯然他一副主導的姿態 而且他一開始就一直罵說 九五九八都是違反憲法 我們當時又嚇一跳 歷史教育跟憲法有什麼關係 那我想這就是開端 那簡單來講 就是 這個 從一九四五年以後 這個其實 用比較大的這個字來講 就是 黨國的反撲 我們從一九四五一直到 這個 一九九七年 才有 國中啊 才有 還有 認識台灣的課程 那 各位算一算 一九九七 減掉一九四五 幾年了 五十二年嘛 我們不要記 我記憶力不好 我們就說半世紀 對不對 超過半世紀 我們國中才有 三分之一的 認識台灣是 教台灣的歷史 那到了2006年 這是國中部分 高中部分是2006年 才有 台灣史才獨立 一策 也就是第一個學 學體教 就從中國史獨立出來 各位再算一算 今天好像算數課 2006-1945 多少 六十一 鄭老師 腦筋好快 六十一 就是一甲子嘛 所以你看我們 從1945年以後 到1997年 我們的國中 以前叫初中 都沒有台灣歷史 完全沒有 那到了高中 到了2006年 一甲子以後 我們的台灣史 才變成一個 一個學期的 課本 專門教台灣史 那當然這之前 還有台灣史 在一甲多本以後 1999年 一甲多本以後 台灣史 是放在 中國史裡面 交 但是它變成 從幾乎是 零到 十九張中的 四張 但是它是在 中國史的 框架裡面 交 所以2006年 這個改變是非常 巨大的 也就是說我們台灣史 終於 能夠從 以台灣為 一個歷史 單元 也是從台灣的 主體出發 那根據 學術的研究 那其實 這個 還蠻 反應學科的 一些研究情況 終於有了 台灣歷史 一甲子 一甲子 是還很久很久的時間 那我們所謂 九五 它是用中華民國計算 但是我個人 喜歡用西元 因為西元 那個時間軸 比較清楚 所以九五課綱 就是2006年 秋天那個 第一個學期 開始用 那這個 我們要回頭 再看一個大的脈絡 就是 1987年 其實台灣已經解嚴了 對不對 但是解嚴不代表 台灣就真正自由民主化了 解嚴之後的五年 一直到1992年 這五年 是關鍵性的 台灣的關鍵時期 在這五年內 有非常非常多的政治社會運動 非常慘烈 那也是一個 抗爭非常劇烈的五年 那經過這五年的奮鬥 台灣才自由化 才民主化 自由化跟民主化其實不大一樣 自由化主要是以 這個 刑法一百條 修訂 本來是要廢阻 修訂以後 我們思想還得自由 那民主化當然是 萬年國會 萬年 終於結束了 那我們開始可以 有民選的 立委 那後來這個 國民代表大會 廢止 到了1996年 我們 可以 直選總統 是一個非常 非常大的 突破 所以這樣 為什麼要講這些 數目呢 只要是要讓大家 回顧一下 我們過去可以說一甲子 這個半個世紀 我們的歷史教育 完全沒有台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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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我們現在年輕人 重要事情要講三遍 那這個影響很大 大家不要看 數目 其實數目是會說話的 今天要講就是 用這些數字 來讓大家有一個 比較清楚的 這種大脈絡的了解 那沒有台灣歷史 影響非常大 那我們的歷史教育是什麼呢 我們的歷史教育 我必須注意一下時間 我們的歷史教育 主要是以中國史為主 而且以前我念的時候 其實從一開始 國小五六年級 就開始上歷史 這個 各 這個 第五 各四側的歷史 小學 小學又開始上 全部是 小學 幾乎全部是 不能說全部 絕大多數是 中國史 大概四分之一弱 是世界史 而且是以歐美為主 這是我們的歷史教育 然後到了初中 後來的國中 再重複一遍 那這個時候 中國史 大概就是世界史 兩倍 然後他是教得更細 但是 文字當然更難 然後 但是內容 內容更 更多 但是就是同一套 再教一遍 然後到了高中 又再教一遍 高中有一度是 中國史跟世界史 一比一 但是 另外兩個版本 都是中國史 大於 遠遠大於 這個世界史 所以 這樣五十年 六十年 若以高中來講 六十年 各位了解 六十年 我們若以受教育的 這種知識階層來算的話 其實是三代人 這個教育影響了三代人 所以今天我們面對的是 這三 而且這三代人 受影響 大部分是成功的人 越成功的人吸收越多 越深 那當然有些人在這過程 他 成績很好 但他後來有一些契機 他有手反省 那脫離了這個黨國的 這種 輸送帶 那這是另外一個 例外的情況 但是多數的 成功的人 今天掌握我們政治 經濟 社會 文化 包括文化 這些精英分子 都是這樣教育出來的 完全沒有台灣歷史 那 這個 除了歷史 沒有台灣歷史之外 我們的教育沒有台灣鄉土 這個是影響非常大 我今天不要想講 就是說這個影響 我們不能小看 這個影響可以讓我們去了解 為什麼今天 台灣的 年輕人 我們的高中生出來 反課綱 大部分家長都不支持 大部分老師也不支持 但是香港的 反國教運動 家長出來支持 因為香港的家長們 沒有受到洗腦教育 他們對洗腦教育 有一定的排斥 但是台灣 我們三代的受教育的人 都是這樣 黨國教育出來的 而且 台面上都是成功的人 英文有一句話說 You cannot argue with success 一個人 因為黨國教育 成功了 你要逼他反省什麼 對不對 他成功了嘛 那今天 享受我們台灣社會 這麼 有些人真的是名利雙收 那不管怎樣地位很高 你要教他反省什麼 所以這個是我們今天 面對非常非常大的一個 結構性的生態 講結構性的問題 是我們必須找出路 這是我們今天 必須 去瞭解這個結構 結構性的問題在哪裡 這個結構性的生態 長得怎樣 然後我們 再去想辦法 找到突破點 那當然過去 這個 從 黨外運動 從這個 以前叫 更早期叫做 無黨無派 後來黨外運動 那到了 這個 結束之後 我剛講過 其實很多人付出 很大很大的代價 以前抗爭 那個 才拍肩膀而已嘛 就是那個抗爭蠻劇烈的 那像這樣的 這是我們一步一步爭取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 絕對不能放棄 那還有我要講就是說 今天都要講 數字 其實數字真的很有用 我們2006年 到2008年 我們高中 台灣史獨立成一策 第幾年 第二年 馬政府一上台 他就 就要把酒吧拉下 酒吧是 酒吧從來沒有實施過 酒吧是目前 我們歷史學界認為 最好的課綱 當然 可以再改善 但是是最好的 最好的課綱被拉下來 沒辦法實施 變成一個保守 一個保守 鬥退嚕的課綱 你說我們台灣 值得這些事情嗎 為什麼要接受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最好的課綱我們不能用 我們要去用一個保守的 鬥退嚕的課綱 101是這樣的 那個微調 那個已經離譜到 下棋下到棋埔之外了 那個為什麼 後來激發 激發這麼多人反抗 是反對 是因為他太離譜了 那101 他真的是退後了 為什麼我們才一個 九五課綱實施之後 九八是根據九五做改善 所以他做了非常非常多改善 而且他其實還相當有彈性 如果要說柔性課綱 他也可以算相當柔 因為他有三州市不排課了 讓各個老師各個學校自己決定 原住民就可以教三州原住民自己的歷史 你如果在高雄 你也可以拿三州來教高雄港啊 這一類的高雄的這種歷史的歷程 那你如果在金門馬祖 那當然也可以教啊 所以這個我們不值得這些東西吧 是這個問題喔 所以我個人是很難接受啦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 九八要被拉下來 那在這裡 我時間快到了 我再簡單講一下 我剛剛主要是講歷史 但是九八 九八課綱其實他 本來的最主要的相裝 那叫什麼相裝五件 其實他主要是國文 那個國文其實那個後退路 那個逗退路已經是 不可 實在是不知道怎麼講他 他們是這個 有一個團體叫做 搶救國文好像什麼聯盟 那就是張 張曉峰教授他們組成的 那他們就覺得國文的這個文言文太少 然後還有他們看不慣裡面有一些台灣的選文 我們台灣只值得 那時候台灣的選文相對於中國選文 是一比五 就是有八篇 八篇台灣選文 然後有四十篇 中國的選文 我們才不過是在五分之一喔 他們就看不慣 所以後來他們其實主要要拉下國文 然後當然也看不慣歷史 所以順便把歷史拉下來 所以九八 國文歷史被拉下來 那其他繼續走 所以公民其實是九八的版本 但現在叫九九 因為 拉了這兩顆 延後了一些時程喔 那這個國文 文文文就提高到 百分之六十 然後我們的台灣選文 從八篇變成五篇 八篇變成三篇 然後他當然不好 大概不好意思 所以中國的選文變成三十篇 所以這樣是一比十嘛 從一比五變成一比十 所以我們台灣選文又拉下 但是沒有被拉下 就是那個連勝文先生的 曾祖父的文章 沒有被拉下 他永遠在那裡 那包括我們101 還101的課綱都沒有寫到 連憲堂講為誰的名字喔 但是就寫這個連橫的名字 而且要教連橫的台灣通史 這個就是我們101為什麼說 他也是非常不可取 但是反101的時候 社會沒有很大的這個支持 那一直到微調 太離譜的時候 那社會才慢慢來 有支持的聲音出來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大的背景 所以要跟各位講 就是說九五克鋼 九八最好被拉下 然後九五繼續用 用到這個101 就是20...101是2011年嗎 20...啊? 2012年喔 那所以...就是... 檢掉2006 那用了幾年 六年 六年齁 就是... 九五本來只要用三年 那後來因為拉下這個過程 因為我們歷史的 我們在裡面 就一直... 跟王曉波等人 我們在裡面 不只我啦 所以我在這裡要講 喔... 我們社會是很多人在一起奮鬥的 喔... 也許大家看到只是... 好像... 那周婉瑤好像很突出 其實我們很多人一起在奮鬥 那因為這樣 所以101 他就嚴格了 那他實施到現在三年 所以我們... 比較進步了 用了六年 然後... 痘退路的用了三年 然後現在要開始用一個離譜的... 課綱 這個完全是... 違反我們的... 學科的知識 完全是不理我們的... 過去二、三十年 包括更早期 台灣史研究成果 那這些去改... 去維條...去巨幅 調我們101課綱的 大家都知道所謂的檢核小組 就是張亞中 謝大... 張亞中其實不在裡面 但是他... 他在這過程當中 扮演... 也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像謝大林等人 那... 這些人... 其實... 他們等... 你們去看他的年齡就知道 他們沒有上過一天的台灣歷史 沒有上過一天的台灣史 恐怕連曹永和老師的論文都沒有看過 就要來改我們的課綱 你說做一個台灣史學者 我可以接受嗎? 不能嘛 我們從學科的立場 我們都不站出來 我們怎麼面對 念台灣史的學生呢? 其實我常常是因為這樣 覺得我必須站出來 我們念台灣史的學生 這樣... 看到我們的學科這樣被踐踏 被完全沒有念過一天台灣史的人 去隨便改 那我們怎麼... 我們以後怎麼帶學生 我們怎麼建立這個學科的尊嚴 所以這個是從學科的角度 那另外從台灣的角度 一個地方 一個... 我們當然現在實在是很麻煩 我們一個國家 假如他要受每個地區也暫時接受 就算我們是一個地區 一個地區的人民不能讀自己的歷史嗎? 我們被剝奪了半世紀 被剝奪了一家紙 我們...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我們現在... 高中也不過第九年喔 認識台灣 開始到現在 當然... 後來... 有改... 但... 也不過是... 十八年喔 我們只值得這些嗎? 我們還值得... 我們還要忍受... 這些都要... 後退嗎? 我想... 基本上... 我想我已經... 超過的時間喔 我想... 跟大家講的就是這樣一個大脈絡喔 那還有... 我們換個角度來想 假如我們從1945 我們就可以... 有鄉土教育 我在這邊再簡單補充一下 日本... 日本統治時期是不讓我們學台灣歷史 他們的歷史也是日本史加世界史 但是日本這個... 日本文化非常重鄉土教育 所以我們在日本時代 鄉土教育很好喔 他有教我們愛鄉土 而且他呈現鄉土都是美好的 一個田園式的鄉土 所以我們的前輩 我們老一輩人 是愛鄉土的 當然他們不懂台灣歷史 戰後 我們被剝奪了 認識台灣的歷史跟鄉土 所以我們大部分這個... 剛講過喔 這個三個世代受教育的人 大部分沒辦法認同鄉土 很多人還鄙視我們的鄉土 我們的語言 我們的母語 那... 倒過來說 假如我們從1945開始 我們的人 我們的人民 可以學我們的歷史 我們的學生 可以在課堂上 透過教育 認識我們的鄉土 產生鄉土愛 我們今天是這個樣子嗎 我們今天 我們可以加上一個進行的國家 是不是 我講到這裡 好 我們感謝周老師 這個... 簡短的時間 把我們整個脈絡 幫我們做非常清楚的介紹 用一些數字 那... 最重要的是 幫我們點出一個很重要的結構性的問題 結構性的生態問題 我們三代的人 一甲子 60年都在受這個中國史的教育 exclusively 就是說其他沒有 沒有台灣史 沒有鄉土史 就是教中國史 那... 意思說 越成功的人 就是中毒越深 越成功的人 就中毒越深 那中毒越深的人 等到... 年輕人起來要反撲的時候 沒有支持 沒有出勝 讓這些年輕人孤單 自己... 自己的課綱自己救 這個口號出來 自己的課綱自己救 這個是... 我們今天... 今天面對的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那... 讓這些年輕人自己... 出生 自己來奮鬥 那... 老一輩的... 上一代的人 在那邊... 旁觀 我覺得這個結構性的問題 很值得我們深思 那...